就這樣子乖乖的淪為民進黨的東廠 我對於這些法律人是失望透顛 就是因為他今天不夠格 卻當了大法官 所以當然就是乖乖的變成是 聽命於老闆的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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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預見的結果 都可以知道綠營會這樣幹 對啊 我覺得這些念法律的人 真的是太糟糕 太糟糕了 台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很多在西方社會裡頭 他都可以維持一定的超然的立場 所以在美國的大法官 他可以獨立超然 但是這一些應該要有 特殊獨立超然跟自我期許的 這些機制 到了台灣之後就沒有一個零的 今天大法官有多麼的崇高啊 憲法守護神耶 這麼離譜荒謬 他們也都能夠幫民進黨交辦的事情 就這樣子乖乖的淪為民進黨的東廠 我覺得第一個 我對於這些法律人是失望透頂啊 你真的相信你自己在這個解釋裡面的 這些胡說八道 配合當道的這些說詞嗎 你難道不認為 你對憲法的守護 是高於一時的藍綠嗎 結果他們都可以這樣子的 出賣自己的靈魂 或者是這些人根本從來都沒有靈魂 他根本就不夠格擔任這個大法官 就是因為他今天不夠格 卻當了大法官 所以當然就是乖乖的變成是聽命 於老闆的一條狗啊 你今天司法權跟立法權 沒有誰最大胃 最大胃 最小胃 所以哪裡有你大法官高高在上的 凌駕於國會的立法委員 這些大法官覺得自己比這些立法委員高尚 好像他比立法委員還要 地位還要更高 所以可以對這些立法委員說三道四 可以對這些立法委員指揮他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那個死刑啊 還指揮說應該要怎麼修法怎麼修法 你憑什麼 對不對 他根本就是撈過戒了 然後你今天 你怎麼民進黨的人不是最羨慕美國嗎 你看看美國的聽證權 你看看美國的調查權 為什麼美國的國會可以 台灣的國會不行 台灣的國會就要砍手砍腳 台灣的國會就只能任由行政部門 把台灣的國會當成一個立法局 你們這些憲法法院 你們這些大法官怎麼好意思啊 真的是丟人現眼 無恥至極 調查權跟司法的調查權是不一樣的 這些大法官就在裝瘋賣傻 你今天立法院有了調查權 他可以向北檢將去搜索嗎 他可以押人嗎 他可以帶著警察 然後配著警棍 配著槍 去抓人嗎 不可以嘛 所以司法的調查權跟立法院的調查權 當然不一樣 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這哪裡有侵犯到行政權 這哪裡有侵犯到其他不同的權力 好像憲法說 總統可以到國會來 到國會來做國情報告諮詢嘛 對不對 憲法只有這樣講 那至於到立法院之後怎麼進行 當然是由立法院來決定啊 憑什麼由你大法官來決定啊 你大法官有一張選票嗎 你誰啊 你憑什麼對立法院行使立法委員的職權 做這種非常細節式的說三道四 一定要這樣才合憲 不這樣就不合憲 你胡說八道 你根本就是民進黨講的才合憲 民進黨反對的就不合憲 對 你遠遠越權 超出了你的大法官的職權 你大法官的這一篇決議 我本身才是違憲